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本周借款人们期盼已久的降息消息是否即将成真 根据ABC新闻的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 可能会宣布自23年来的高点回掉利率 这将是对抗通胀的重大转折 不过降息的幅度到底会有多大 这仍然是市场热议的焦点 专家们对于FED是否会采取传统的四分之一点降息 还是更大幅度的半点降息意见不一 降息对借款人、信用卡费用和房贷利率的潜在影响又将如何 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变化将如何影响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 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 执政党是否能够因此受益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来自ABC News的一篇关于本周可能降息的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 可能采取的降息行动并探讨了其中的复杂因素和潜在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文章首先指出借款人们已经等待多年 希望能从高利率中获得一些缓解 这种等待可能在本周结束 投资者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周三的会议上降息 这将逆转三年前为对抗通胀而进行的一系列加息 需要注意的是 整个市场对于降息的幅度 对借款人的具体影响 以及这可能对2024年总统选举的影响 仍然存在许多疑问 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预期会降息呢 自2021年起 美联储开始积极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 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通胀率从2022年的高峰约9%大幅下降 尽管仍略高于美联储的2%目标 然而就业市场却出现了放缓的迹象 最近两个月的就业报告均低于预期 今年的失业率也从3.7%上升至4.2% 这些趋势促使美联储的重点 从控制通胀转向确保健康的就业市场 降低利率理论上有助于刺激经济活动和促进就业 而提高利率则会减缓经济增长并缓解通胀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 Anastasia Feddick在接受EBC新闻采访时表示 美联储一向受到数据的指导 最近几个月的通胀数据开始好转 而就业报告的情况却不太乐观 关于降息的幅度 目前市场观察者意见几乎对半 根据CME FedWatch工具的数据 1%降息的概率为51% 而半点降息的概率为49% 会计公司EY的首席经济学家 Gregory Deco指出 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美联储内部官员的意见并不一致 降息对信用卡费用和房贷利率会有什么影响呢 专家表示 降息将标志着美联储转向降低利率 和减轻借款人成本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初步降息不会显著减少贷款支付 尽管如此市场预期未来几个月利率将逐步降低 某些贷款的缓解已经出现 根据Freddie Mac的数据 上周的房贷利率降至2023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7月以来已经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 这有助于设置许多消费者贷款的利率 Fedic表示 这是即将开始的趋势的迹象 但整个过程将是温和而缓慢的 最后降息对2024年11月选举会有什么影响 通常较低的利率使企业和消费者的借款成本降低 促使公司投资新项目 也使普通人能够进行更大的消费 这一切都应当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消费者信心 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使执政党受益 消除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降息的好处可能会更有限 因为利率变动的影响 通常需要几个月的延迟才能显现 历史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 就曾在美联储历史性加息的背景下 失去了连任机会 根据路透社的分析 降息将偏离美联储 在最近几次总统选举前所采取的政策路径 在过去几次总统选举之前 美联储通常保持政策利率不变 以避免对选举产生直接影响 美联储表示 其决策是基于经济状况 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运作 在2023年12月的一次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被问及2024年选举时强调 我们不考虑政治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次降息可能带来的影响 是复杂而深远的 首先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 降息有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 这也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 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其次 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 降息将降低借款成本 尤其是对房贷和信用卡贷款 有直接的好处 但其效果可能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最后 从政治角度来看 降息可能对选举产生间接影响 有利于执政党 营造更为积极的经济环境 但需要注意的是 美联储作为独立机构 其决策不应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总的来说 本周美联储即将召开的会议 和潜在的降息决定 将成为市场和政治关注的焦点 无论最终决定如何 其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需要各方仔细权衡和应对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保持对这一事件的持续关注 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评论 感谢收看本期华尔街股市 我是主持人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 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当然 大家都期待降息 这不仅是信用卡和房贷的救星 更是我们荷包的福音啊 想象一下 这就像在炎热的夏天 得到一杯免费的冰镇汽水 怎么能不开心呢 当然 FED这次降息 可能会如同英雄救美一样 让我们脱离高利率的苦海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